皇上 启禀皇上 经过连夜拷打 那些刺客 依然没有一个人招供的 有几个还咬舌自尽呢 毕竟是死尸 也算忠心 这样的人 朕是尊重的 传令下去 咬舌自尽的那几个死尸 找个地方好好埋葬吧 皇上 那些人 都是弑君之罪呀 朕 从来不在乎这些迎头小事 你应该更清楚 真正有弑君之罪的人 是谁 现在 能不能问出幕后指使 已经不重要了 所谓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是 去吧 把九王找来 是 朕没有想到 你真的会识君 既然生在帝王家 这些都是注定的 没错 你和朕 是生在帝王之家 有许多的身不由己 但这并不代表 你就应该去争取命里没有的东西 同样是成祖的孙儿 难道命里注定 我就不该受到他的宠案 同样是德才兼备 心怀天下 难道命里注定我就不能成为君王 朕知道 你一直不信宿命 但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即便你只信是在人为 到如今 也没有资格再说什么了 今日落在你手上 我就没想过能苟活 告诉你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张蓬蓬 但是这次 并不是为了得到他 而是看到他在你给他的皇后位子上 过得并不快乐 也不安稳 我只是想让他更快乐 你可知道 张蓬蓬 也是与你这一世最没有缘分的人 他注定是朕的皇后 如果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那你便是害了他 原本 他可以安然无忧地做一个皇后 你要如何处置我 尽管冲我来 不要再牵连其他人 来人 在 是 把九王关押起来 听后处置 是 不要碰我 我自己会走 没想到 我爹真的去给齐圣领兵了 现在看来 当初的御史案 齐圣也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你爹是义军的主帅 周围围了那么多的人 他在芸汐打仗 怎么就能越过齐圣那么多的眼线 千里前回圣都 在福渊寺与我相见呢 现在想想 疑点确实很多 我们是有多傻呀 我们几个人每天凑在一起 耀眼什么节目 齐圣他早就一清二楚 在他的眼中啊 我们不过就是跳梁小丑 女神姐姐 现在这条船上 就只剩下咱俩了 你又比我聪明 你给说说怎么办吧 我哪知道怎么办啊 要不这样吧 咱们两个跑吧 姐姐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耍我 我没耍你 真的 咱俩趁这个时候跑了 我带着齐浩和绿梨 这样一来 你又多了个媳妇 让绿梨给你当小妾 还白捡一儿子 多划算 姐姐 这 趁灵儿她能答应吗 姐姐 你又拿我开玩笑 我这不也是苦中作乐吗 你没听说啊 人在最危急的时候 都是破罐子破摔 现在连你也没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不办法呀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让九王 把调出去的死士 给撤回来 就怕她现在已经动手了 那样的话 恐怕就凶多吉少了 那我连也启程 去通知九哥 都没有照耀 皇上 臣已经命了三儿子阳宿 亲自安排好对九王的砍压 此事 与皇后定是脱不了干系 皇上 您不是要废后吧 朕 早就想废后了 只是对张鹏的 朕一直恨不下心来 臣该死 臣不该在此时提起此事 这一封 是交给太红太后的信 信中说 朕遇死重毒 请宫中的太医 研制好解药 臣人送来 这一封是给皇后的字条 最后一次 朕倒要看看 与张鹏鹏之间 朕能不能夺赢 好美啊 去那边看看 好 好多呀 真美 这点我的情 真是好美啊 哈哈哈 你看这个 真美 真是啊 皇妃 皇妃 你怎么了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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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张太医 并无大碍 只是娘娘身体虚弱 臣回去开衣服药 调了一下便可 既然并无大碍 那就请你不要张扬了 免得太皇太后和皇后担心 你觉得对吗 张太医 是 娘娘 我的身体劳您费心了 改日一定中些 娘娘好生休养 臣告退了 我这是犯了心病 是因为司令皇上过度 才会晕倒的 你呀 一定是克瓜子 克上火了啦 少克一顶瓜子就没事了啦 黄祖母 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 是不是又有什么消息啦 北边传来密奏 皇上遇刺了 刺客兵刃脆毒 蓬蓬蓬 蓬蓬 皇上他还活着吗 没有伤到药害 只是毒性极强 皇上现在已经昏迷了 咱们制出解药了吗 圣儿虽然中毒 可脑子还算清醒 兵器早已送回圣都 解药今早已经制出 可是要把解药送到皇上那里 至少需要十余日 也就是说 即使把解药送过去 也不一定派得上用场 好孩子 你要坚强一些 圣儿还在等你呢 这是圣儿让我给你的心 我去 我去 爷臣 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 娘娘 什么事 张太医 怎么了 娘娘 可是送去北墨地药出的问题 什么 不是 那是什么事 皇后娘娘 这 这臣实在不知如何开口啊 今日皇妃娘娘在玉花园晕倒 为臣为她把脉 发现 发现 发现她已经有两个多月的身孕了 两个多月 看我不折腾死你 娘娘给小人吃的是什么药 金歌 金歌 吃进去 皇后娘娘 您不能进去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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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进去 快走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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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要去哪里啊 娘娘 平切哪儿也不去啊 娘娘 这不是平切的 这是皇上留下 娘娘为何突然打平切呀 皇上 皇上走了三个多月 你肚子里两个多月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 皇后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 平切再也不敢了 平切知错了 娘娘饶命 平切再也不敢了 娘娘饶命啊 你不提皇上倒好 你媚着良心把皇上挂在嘴边 我都提得心寒 男人 男人在北墨 豁了性命去打仗 保家未过 你却在宫中 透气人来了 皇后娘娘饶命 你肚子也不敢了 求娘娘干 你肚子也不敢了 传令下去 将皇妃的肩负 处死 娘 娘 娘娘饶命啊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啊 娘娘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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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肩负处死 娘娘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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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在皇妃有病在世 少了吗 殿为庶人 娘娘饶命 发配领难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啊 是 娘娘 娘娘饶命啊 娘娘 娘娘饶命啊 娘娘 娘娘饶命啊 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呀 莫婢从来没见您 发过这么大的火 也没见您下过 这么重的责罚 您别为了不知道的人 气坏了身子啊 我不是气他 我更担心的是 起手 他可能快要死了 怪不得您从 太皇太后宫里出来 就像丢了魂似的 娘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 九王他们动手了 我现在没有心情 再提起这件事情 我现在没有心情 更没有勇气回忆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总之 明天一早 你陪我动身前往北眸 总之 明天一早 你陪我动身前往北眸 你陪我动身前往北眸 不是去旅行 少装点啊 即便如此 也不能让娘娘苦着呀 什么叫苦着呀 齐盛现在正奄奄一息地 躺在病床上 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娘娘 怎么能说是因为您呢 我现在好后悔 齐盛走的时候 问我会不会舍不得他走 我当时没有说出口 现在后悔都没有机会 如果当时 我跟他说出了那句话 他也不会孤独地等死 娘娘 您先别把什么责任 都往您自己身上来 您先听奴婢说一句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我恨不得早已在飞机 马上飞到他身边 飞机 娘娘 奴婢跟了您这么久 多少也是学到了点东西的 您怎么就不想想 皇上早就知道九王 要在北眸谋反 又会有所防备的 怎么会突然遇刺呢 而且 到现在也没有听到 给九王治罪的消息啊 您说的这些 我不是没想过 我就说嘛 我这个脑袋都能想到 娘娘肯定是留好后手了吧 这次真没有 娘娘 别人的安慰我可不管 但是您我必须得管 您就没有想过 皇上这次 如果是故意把您引过去 您可就没有后路可退了 记者 现在我真的想不了那么多了 我只想着 但凡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骑睛在殡榻上等着我 这个北眸我是去定了 这些都不要带了 奴婢不带便是了 你别都拿走啊 绿梨 绿梨 太皇太后驾到 快 蓬蓬给皇祖母请啊 蓬蓬 解药哀家给你送来了 哀家就不去送你了 哀家年岁已高 受不了那离别之苦 皇祖母 您放心吧 我一定把齐盛好好地带回来 蓬蓬 你真的是个不寻常的女子 比哀家想象中还要坚强 若这次你们两个能够平安归来 一定要珍惜你们夫妻之间的情分 快把解药收好 皇祖母 您放心吧 我就在这儿跟您告别了 保重 快 蓉蓬 娘娘请上车 马车太慢了 我们骑马去 是 你 把这匹马卸下来 是 你 骑上这马 带上律令 娘娘 被莫的路途艰辛 骑马恐怕您会受不了 是啊 娘娘 还是送马车吧 都闭嘴 歇马 速速启程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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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马已经走不动了 咱们歇一歇了 驾 是啊 娘娘 刚才有好几次我们这匹马 都差点装树上了 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人秧马翻的 我知道你们都辛苦了 可是皇上等着咱们去救命呢 驾 我们已经日夜间成八天了 就算人能硬撑着 马也走不动了 歇一歇才能走得更快些 行了 大家都累了 那咱们就在这歇会吧 来 来 那边 我们都牵过来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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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您没事吧 我没事 走 歇会儿 娘娘 您别太担心了 您要相信皇上 他吉人自有天相 我明白 静人士知天命 可是我就怕在我这个环节上 耽误了他的心 你说 此次朕走了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你会舍不得朕吗 不是 谁 你 你 你 我 啊 好 好 你这个小兔崽子 快帮我放下 累死我了 看看 危机关闹救你 水深火热的 还不得是我 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 你把我扛过来干什么 当然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你呢 谁让你来救我了 我哪有什么危险了 对了 我不是让你去找九王 给他送信吗 现在齐胜那边 怎么还出事了 我还没来得及见到九王 就收到了风声 说是齐胜遇刺中毒 皇后你们也押到北墨来了 难道九王刺杀成功了 那你知不知道 齐胜那边什么情况了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啊 就怕消息是假的 你又被齐胜押了来 一旦你到了他手中 就是凶多吉少了 所以我才把你救出来的呀 你脑洞也太大了吧 你哪两只眼睛 看见我是被压过来的 难道你是自愿来的 我 我是自愿来的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人家这不关心你吗 好了 我这不挺好的 也没什么危险吗 你赶紧回去吧 还回去干吗 你不会是二生其生了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那你在盛都不好好做你的皇后 来这皇家野岭郊游呢 是啊 我就是有些不放心 顺便过来看看 情况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本来以为你和九哥 可以成为牛郎和织女 嫦娥与猪八戒 梁山伯与猪英台的 好嘞 好嘞 感觉不会再爱了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我从来都没有爱上过一个男人 我也不知道爱上一个男人 是什么感觉 行了 我们回去吧 我不走 走不走 我不走 走不走 不走 走不走 走不走 救命啊 我快置信了 姐姐放过我吧 要死了 要死了 救命啊 皇上 大事不好了 皇后在半路 被人掳走了 什么 皇上 好有缘啊 又和你相遇了 徐晏 你个头啊 我说杨爷 徐晏 昏 今天也是 想找死过的 李陽神 你不认识路你在前面带什么路 姐姐 我没在前面带路 我只想要躲在你前面 想要保护你 那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是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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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usõ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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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吗 硬吗 好硬啊 我懂你年轻火力旺 这荒郊野岭的 孤男寡女 你难免心中有一团活 但是你也不能 对你哥哥我下狠手啊 谁 谁要对你下手了 不是 我是知道你有解药了 要是齐盛拿到解药 咱们都得死 我没想那么多 反正只要齐盛不死 怎么都行 我就说吧 齐盛给你下了什么谜药 竟然为了他 扔下我们一传的人 我没有想丢下过任何人 只是我一听到齐盛要死 我就特别难受 我甚至很后悔 是 杨颜 我不希望他死 你这是糊涂 姐姐 为了九哥 我不能让你做错事 得罪了 你放开我 你干吗 你干吗 杨颜 你放开我杨颜 你别放我 杨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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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大爷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吗 真的 太太啊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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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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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我一把 你干什么 我虽然没有洁癖 可你这也 太脏了吧 你有没有良心 你忘了你媳妇 谁介绍给你的 那好吧 好 万万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我的女神大人 竟然为了男人 变成了一坨喜羊 哎呀 真是形象近悔 形象近悔呀 你以后 还怎么面对我呀 你不知道的事情 还多着呢 我们走吧 什么声音 你听到了吗 羊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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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我在这儿呢 驾 他 他 有命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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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了 你 你说齐盛 他 他还没死 他还活着 你没看错 真的是齐盛 齐三 我打算自己跑了 杨爷 你大爷 你得帮我上书 让我看看 到底是不是齐盛 真的是齐盛 还有什么不信的呀 除非我亲眼看见 否则我就不相信 等你爬上了树 齐盛怕是已经包围了过来 齐盛带的都是高手 我带着你 根本逃不出去 而且 他既然没事 那九哥一定出事了 我得去救九哥 那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料在这儿 姐姐 真没法子了 九哥此刻 你是生死难料 如果 一定要在你俩之间 选择一个的话 我选九哥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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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王上 前方有不明物体 那便是皇后 如果红颜并不曾淡过 这世界有没有传说 身为飞蛾若是不敢扑获 这宿命凭借什么状况 似玲珑 沉绕着 似枷锁 金庄余光 你受苦了 飞舞着坠落 美丽雅 相思而活 爱若能残破 终究是寂寞 忘却了千亿后阔 苦手的执着 虚晃的一朵 空耗着青春许多 想回家 您帮你 您会回家 您会来 您会给您 似玲珑 缠绕着 似枷锁 镜中 余光 似雪花 缠绕 飞舞着坠落 美丽啊 相思而活 爱若能残破 终究是寂寞 忘却了牵引后果 苦手的执着 虚荒的依诺 空耗着青春施着 年月里蹉跎 轮回中错过 被遗忘的人是我 熟悉的轮廓 泪眼中奔薄 望着却无法触摸 爱是可念不可说 空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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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耗